來 如果學妹一直霸佔那個 穿衣鏡的話 全身的那個 他就一直照一直照 他在照什麼 他照這麼久 如果妳在照的時候他在 妳前面想要照 他直接不給妳照 他就一直站在前面 就一直這樣 真的喔 真的啊 因為他發現鏡子裡面的人 不是他自己 他是在怕這件事 包包 如果是妳在照 比方妳在照 我當學妹嘛對不對 妳是學姐 你在照 我學姐 然後妳是學妹 我學妹 然後後面就 學姐來了 在妳後面這樣 拍一張照 妳擺什麼 我也擺什麼 妳現在有算機會嘛 沒有人這麼無聊啦 就是妳在那邊弄氣勢 後面就有一個學妹一直這樣 一直在模仿妳 對 然後妳跟他說妳在幹什麼 他還跟他說妳在幹什麼 妳很無聊... 不要這樣好不好... 不要用計 然後學妹說 我是白痴 對 妳是白痴 對 好幼稚 可是以前在公司 他們都會跟我講 比方說他們就跟我講說 誰誰誰 沒有 因為那時候我們是學姐 然後他們就說 那個誰誰在後台 都有什麼壞習慣什麼 然後就像剛剛照鏡子好了 我就看到他在那邊 一直這樣照鏡子 然後搭排隊 可能要比他早出的人 都沒有辦法調整他的衣服 我就是那個會走過去說 妳走開好不好 妳走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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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妳走開 沒有 沒有 就直接 不想要大媽推走 然後這樣很輕 自己在那邊 不是 因為我跟你說 很多學妹就是 很多學妹是那種 剛進公司 她覺得自己進了一家 很厲害的經驗公司 她覺得很了不起 或者是她家裡很有錢 她一進到公司 看到不管是誰 學姐也好 學妹也好 她的表情都是那種 有 對 真的喔 有這一種 有... 你要怎麼對她好 可軒算是最新的嗎 最新的 我媽媽的 這幾年 好久 她很舒服 真的假的 對啊 她真的很久 這麼久 活化石 可是在她們是學姐 我們是新人的那個年代 真的是學姐 譬如說她進去沒有位置坐 她直接把妳包包丟地上 對 妳的包包不准放椅子 那是給我們學姐做的 然後妳是不是丟過我們的包包 沒有啦 在學姐的時候 我哪有 妳有給我們包包嗎 我們會主持人看到學姐會彈開 我以前要跟媽媽 她是妳的學姐 沒有 她是我的大學姐 然後那時候我是新人 我要作秀 我知道有她 我前一天都睡不好 因為我那時候 因為有一次 導遊給我的 有一次 她的歌聲就是這樣 然後有一次在後台 就是好像不知道 我走出來什麼 因為我是新人 然後花花講話就很大聲 她就說 那麼笨不會回家 出來供什麼座 賺什麼錢 憑什麼 就是在後台 跟導演這樣 好可怕喔 那時候他不是那種 就是故意要攻擊我 他就是跟導演可能比較好 然後就說叫他回家 什麼就開玩笑 講很大聲 不是 因為那時候我是親人 我聽到 我會覺得天啊 也太恐怖了吧 對啊 從那一日開始 我只要聽到我花花 我就覺得天啊 我可以不要工作嗎 我大失一年 所以妳是有陰影 有 那個時候真的有 然後一直到我們兩個變好 才沒有這個噩夢 妳沒有跟他講過這件事 有 我有跟他講過 我覺得怎麼會 我覺得你們大家都誤解了 沒有 他只是想要找一點 他只是想要找一點彩彩彎 他只是想要有話直說行的吧 沒有 我只是想要 讓導演不要這麼生氣 因為我先讓他先發一槍的話 那導演就覺得還好 就自己人自己修理 不要等別人修理 我就先罵他了 然後導演就說算了... 但我真的真的必須說 其實所謂的很多學姐 其實我們有時候罵人罵人 我們都不記得 是嗎 因為是針對秀上 譬如說你走錯 或者是你站錯位置 或是什麼 有時候那時候我們在糾正你 或是我們好心跟你講提醒你 因為你被罵我們也會被拖累 所以我們就會 妳看起來是會欺負人的那種 真的啊 我都被欺負人 我都被欺負人 其實都還滿尊敬學員 其實大家都很互相 就是不懂的都會問 然後學會說話 妳現在是話說話 在我的家裡 Cover他好像有什麼不禮貌 然後學習很多單位 真的 可學入行幾年 大概三年 可是我去年才開始接工作 前兩年就... 在鎮壓 很新耶 前兩年在鎮壓 鎮壓 公司有補助嗎 沒有... 沒有 自己的投資 對啊 就一來就是工作機會很多 很亮眼 外界會討論 就可能會被針對 會嗎 就是比如他們都會把你想著 好像你是不是會 一定會耍大牌 比如說你彩排完我就尿急 想要趕快衝去上廁所 不准尿 那其實他就會在後台大罵 就學姐就在大罵 說王興田呢 然後大家就很緊張 看他想說怎麼 他說為什麼王興田不把衣服收好 就是會叮我 只要我不在 害妳就尿出來了 對 我已經去上廁所 他就是趁我不在的時候 對 就是會把我們塑造得好像 就是不聽話 大頭這樣子 會有這樣子 可是我有一個最基礎的訓練 就是要站直 然後屁股跟小腿要夾近 其實人就是呈現一個 最緊繃的 對 就是你要 整個跟牆壁密合 就是要靠近 對... 然後至少都要貼大概30分鐘以上 然後要頂什麼東西 不用... 那是練習走台步的時候才要頂書 真的要頂 真的要頂... 掉了那個老師會用棍子打妳屁股 妳頂這個可以 這個太輕了耶 會晃... 我們是電那個電板 不然就是資料夾更輕 會滑來滑去那種 然後掉了它就會打妳一下 真的是打到整個腿都是紅 可是那站的是一排人站在那 還是個別站 沒有 是一排人 就是一直走 要邊走 不能停 然後我們都走到腳破皮流血 就是已經痛到沒知覺 脫下來的時候是已經破皮流血 整皮都都是黑衣的 對 整皮都掀起來的那一種 他舞台上都是血汁啦 鬼無論嘛 就是 對 一直是血 可是那個會造成傷害是 可能妳腿肩盤 脊椎會歪掉 會不會 會歪掉 骨盤也會高低啊 前後啊 所以其實我們工作很辛苦 大家都不知道看我們好像 因為我們拍照出來 都是美美的嘛 漂亮的 其實我們壓力超大的模特兒 因為我們每一次的工作 一定要呈現是最好的狀況 因為如果你這次有點不好 廠商就會把你換掉 對 然後像我職業傷害 其實我有過有一段時間 工作很忙 可能早上比如說要去購物台 賣東西 然後比如說下午要趕到展場 去像修哥一樣主持 很開心 然後之後再接拍廣告 因為那時候太忙了 然後你情緒轉換不過來 我有一段時間 很長一段時間 是 像有憂鬱症一樣 我只要工作一結束 一上計程車喔 哭 立刻大哭 然後一路哭到回家 然後回家就不能再講 司機會不會覺得這段哭 司機都嚇死了 會 每個哭 而且是很長段時間 雙都哭花了 有些司機會走就 不完逃逃大哭 對 其實我認識很多模特兒 也都是屬於壓力很大 壓力太大 對 你主持那節目有人跟你舒服過 加減都會 對 你是很好的心靈導師嗎 我永遠都會 玉瑩哥 你教他們 我們常常在這個點 跟那個點中間的車程上面 讓我就是充當這個 因為總是虛長幾歲 當心靈導師 說一個有的沒的 沒有... 我都是有的沒的 只會在節目上講 節目下講的就都算是 比較勵志的 我倒是可以提供一個好方法 因為近年來 人家不斷地倡導 這個閱讀的重要性 那大家要知道 4月23號是什麼呢 世界閱讀日 為什麼要選擇4月23號 英國大文豪 用山東腔來講就是 沙士逼啊 沙士逼啊 山東腔來講 沙士逼啊 沙士逼啊 他怎麼那麼懷舌 他怎麼那麼懷舌 對啊 山東也看沙士逼啊 因為我們隔壁就住一個 山東的阿伯 山東阿伯他是那個什麼 英國劍橋大學畢業 英國劍橋大學文學系畢業的 所以他每次都跟我講 雨菱 來... 那個伯伯教妳 來 伯伯教妳 伯伯教妳 伯伯教妳唸幾句 這個沙士逼亞的名言 對啊 沙士逼亞4月23號是他的 他四四 所以就選擇這一天 因為他是大文豪 選擇這一天呢 就是作為一個世界閱讀日 閱讀的好處大家都知道 事實上在我那首歌 也曾經寫過嗎 讀書破完全下 比如有神聖破本職 我現在也要來找名人 一切我就是故意讓廟 我愛太空的晴天都 你啼笑了 好 很累喔 對 文化 他那個沒問題 這版權是我自己的 我可以簽版權同一書了 對... 搞不好你已經簽走了 你自己 還在我這裡 還在我這裡 所以說 文化是用閱讀去傳下去 沒錯... 閱讀是一個很好的書家 閱讀好處是什麼 因為我們平常 真正有 智慧的朋友不多 可是每一本書就... 什麼意思啊 每一本書就仿佛是一個 有智慧的長者 真的 他在你面前給你啟發 給你開示 書中有黃金屋 對 人家說開卷有藝 對啊 對 因為鏡頭前鏡頭外 白玉琳哥常常就是出口成章 然後故事典故很多 他說他最喜歡做的就是看書 對... 你家不是很多書嗎 都是那種小本的 全小本的書 其實每一個人家裡面 最恐怖的一本書是什麼書 你知道嗎